我们是不是可能会更加的希望说了解 那各县市之间它的一个变化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断代图来去看 尤其它也是一个很棒的同期比较 好 断代图一 我开了一张新的一页 既然是断代图可以看到各年的收入变化 所以我把它拉长一点 接下来我的X轴一定是时间 其实我画很多张图 它的X轴都是年 所以点选这个年 放到X轴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的Y轴一定是放值 例如说所得收入的总计放到Y轴 放到Y轴 可是你要知道 我想要比的是 我想要比的是 这一年2011年的台北市 跟2012年台北市 它的排名顺序的改变 知道吗 好 所以我的区域别就要放到图里了 这张图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解读一下 请谁解读 当然是请这个叫做小P是不是 游标放在这边 插入智慧描述 看他怎么说 他只有一件事 区域别中2021组成 所得总计的总和的0.71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指说 在2014年的时候 台北市它的一个成长 就是每一年 它是不是都是维持第一的成长 可是这一年是新竹市有大幅的成长 它从153万上升到157万 台北市它是从154万 然后约就是它也是有成长 但是就是没有成长到比新竹市这么高 就是我们从视觉化来去看到的现象来去说 还有像例如说 你有没有看到第二名是新竹市 那这个也很特殊 这个是新竹县 它在2017、18 还有2020年、2021年 它是不是都直接跑到第二名 这样了解 就是当你今天有很多县市在做比赛的时候 你可以借由段代图快速看到 它的一个成长或者是退步 只是在做名次上面的排列 然后再继续表现 等等 就完了 都带了 我们在一起 我们一起